首都公开火山31号战术核弹头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日前视察核武器研发机构 官媒也在28号公布一系列的照片 照片上可以看到大约有十多枚的火山31核弹头 南韩军事专家研判 这表明平壤当局在微型核弹头方面有所进展 而这一款微型弹头体积小到足以装在能够打击美国的洲际弹道飞弹之上 此外金正恩还高调喊出核武产量要比先前承诺的 成指数型倍增再额外增加一倍 并只是随时准备好动用这些武器 而北韩选在美国航母始境辅算之际 高调公布视察照片颇有炫耀和调性的意味 面对北韩再三的挑衅 南韩如今的态度也是越来越强硬 总统尹熙月28号更喊出重话 做北韩持续开发核武 可能一毛钱都不会再给他们 尹熙月的强硬发言被认为是在回应金正恩要求增产武器型的核原料 不过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会后向媒体表示 人道援助至今仍维持不受政治军事影响的一贯原则 南韩政府也将在31号首次公布北韩人权的调查报告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 让国际社会一刻都不敢 掉以轻心 环宇新闻秋婉婷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